当我在这个周末来到这个会议 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可能性 我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产品准备好了 技巧已经准备好了 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公司已经准备好了 推荐线已经准备好了 系统为你提供的领导力培训及教育 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告诉你们 你可以做得到 我们这样说 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找到话题而说 而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 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你而准备的 无论是什么 准备好了 你都可以做到 你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就像我问过我自己的一样 当然你不需要举手示意 只需要你在心里考虑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系统一切都在那里为我们准备好了 如果每样事情都设计成可以令到我们成功 还有什么能把我们内心的卓越爆发出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却在一起所要讨论的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是否已经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不 但是我手上这一页页的提纲上 有很多可以作为答案的选项 在我手上 这些明雾般的选项里我找到 最基本的要点是当挑战被确定 我是谁 还有关系 我是怎样与生命中的所有事物进行链接的 生活中贯穿着很多的事情 我们该如何在生活中处理优先的事项呢 如何在生活中优先我们的生意呢 除非这个生意在你的生活中放在优先位置 否则生意不会引爆你心中的卓越 专注于那些优先事项 向着生活中提供给我们的各种选项前行 而不需要牺牲什么 当然我知道牺牲某些事情 是在建立生意的过程中 和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中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的意思是这个过程 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些事情 推动我们的生命的事情 我相信对于你来说也是如此 亲自参与 当我亲自参与到这个问题时 我该如何帮助人们 在迷雾般的生活中 去引爆心中的卓越呢 我知道亲自参与需要解决方案 如果我亲自参与 我不能只是说 这里有一些事情 我可以帮助到你们 他需要的是解决方案 当鲍博跟我说 要在这里做一个演讲的时候 他对我提出了很多 很细致的要求 正常情况下 他只是给一些提纲 当他给予我这些详细的标题的时候 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对于我来说会发生什么 事实上 在这次会议之前 我们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谈话 他稍稍混淆了我的思维 我又要重新组织 我演讲内容的注意事项 这个确实是很具有指导性的注意事项 我尝试重新安排这些注意事项 还没有来得及录入我的笔记本电脑 他就说 你现在可以跟我讨论一下 还是你在忙着思考些什么 他需要解决方案 亲自参与需要透明度 需要忠诚 需要诚信 体验式的检验 不预先判断的精神 还有正确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亲自参与所需要的 所以在我早起的清晨 尝试问我自己 我们该如何在迷雾般的生活里 优先我们的生意 人们牺牲了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情 我说过 他们撒谎 欺骗 偷窃 他们赌博 欺压 他们和其他人讨价还价 他们向自己的价值观妥协 他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呢 他们的生活可以拥有更有意义 更重要的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 是他们为自己所设计的 也是为你所设计的 和为我所设计的 因而 为我们所设计的方案 能够成为事实 但是 在这些之中 有冲突存在 当这些冲突 存在于紧急 或是重要的事情 还是去到浪费时间 或是根本不重要的事情 你会怎样做呢 你做了些什么呢 当这些冲突 来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拥有的那种卓越和强健的时候 记住 你真正是谁 我最近收到了一封感谢信 我回到家后 打开了信封 是一封非常漂亮的信 那信封里有一张 一百万美金的支票 这看上去 就像是一种非常惊人的经历 当你看到这张支票 滑落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真实 但是 我觉得足够真实的 是对于你来说 你将如何优先选择你的生活 以获得从生意中 赚到的一百万呢 你知道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 人们为了挣到一百万 会做什么呢 我看了真人秀节目 人们做的那些事情 真的很令人成长 你真的相信 当你在看着他们 开始与其他人去接触 去妥协 以获得那个一百万的奖金 这百万美元 并不是我的价值 这百万美元 也不是你的价值 这百万美元的支票 只是提醒了我 我的价值 比百万 大的更多 也是提醒了你 你的价值 比百万 大的更多 它是一个 在我的生命中 在我所创造的领域里 决定了 我想成为谁 和你想成为谁 而做出了决定的激励 我们总是陶醉于 我们在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但是我们抗拒去改变 人们经历了这些力量 组合在一起 令到冲突产生 它总是一直在那里的 在我们的生意里 在你的婚姻关系里 在你与你的孩子的关系里 任何我们去到的地方 我们都陶醉于新的事物 但是我们抗拒改变 不知怎么的 我们都会把那些事情 放在一起 人类社会的状况 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 难以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领域里 追求卓越 人类社会的状况 是我们所体验在 某个阶段上 另一个在某个层面上 再一个在某个节点 有意识地去理解事情 是怎样的 从一方面说 是从知识层面 来理解什么是正确的 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我知道该如何对待人们 你也知道如何对待人们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 如何对待人们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希望如何被别人对待 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的挑战 是我们尝试去做的 是不正确的时候 我尝试在这件事上 去请求帮助 看看能否令我生活中的情况 得到好转 去找到你们有多少人尝试 在生活中做的不正确的事情 我决定这是不正确的 让人们在所有其他人面前 去承认这些 所以我不会让你们去这样做的 但是让我建议这样吧 你有没有曾经 别回答我 别举手 在你们的生命中 有没有判断过其他人 基于他们在从未了解过 关于你的信息的基础上 做出如何待你的决定 你知道我相信什么 在我们现在这个会议室里 一些人正在这样做着 这已经破坏了这个周末假期 有人说了些什么 有些人没说什么 一些人专注于这里 你在那边 忽略了跟你打招呼 对你说你好 你就不舒服了 不知怎么的 他们就这样判断了你 这个周末就这样被破坏掉了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在这个团队里发生 这个团队中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 好吧 我刚才是怎么说的 亲自参与需要诚实诚信体验式的检验 尽管我在这个周末并没有做到这些 但是之前我做到了这些 人们还没有对于我如何思考 如何感觉等等这些信息及知识的基础上 判断对待我的方式 我把这个叫做超自然的沟通 这不会奏效的 在你的婚姻中不会奏效 你们中的一些人将会获得更好的婚姻 如果你们舍弃掉这种超自然的沟通模式 这在我们的生意中也不会奏效 推荐对象不知道他们所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 这对于我们的理解也不奏效 我们只能假设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需要特别的倾听 他们是谁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如何能帮助他们 如何才能改变生活 有的时候 生活的改变 并不是因为我们展示给他们去赚一百万美元 而是我们微笑着 看着他们的眼睛 跟他说你好 认识你太好了 超自然的沟通将导致灾难 巨量信息的笔记也将导致各种灾难 这就是我希望你们所了解的 我目前处于灾难之中 但是我会摆脱它的 今天我需要对你们说的绝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根据本人对人们需求的观察和经验 在生活中如何确定我们生意的优先 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写在这张便条纸上了 所有的解决方式的内容 开始写在这张便条纸上 你的决定和决断 我喜欢这个标题 你们喜欢它吗 哦 这是笔记的一部分呢 这里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成就卓越的决定 优先你的生意还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两方面都是要点 只是要点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要为此而沮丧了 我现在不会与你们进行超自然的沟通 我只是告诉你们 我不会给到你们所有的内容 比如会有一些只是要点 需要你自己考虑如何将它真正的应用到自己身上 我该如何做生活中优先我的生意的决定 我是否相信在生命中 生意是最应该被优先考虑的事情 绝对不是的 但是我知道的是 生意是我生活中的优先次序之一 我知道我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 与我发展的生意相比 是没有那么优先去考虑的 因为我的生意开启了我迈向梦想的大门 它是我生命的核心 是我生命的热情 得以有能力去帮助年轻人 因此生意中 我所看到的优先事项 被生命中的热情和使命所影响 在迷雾般的生活中 所有的事情可以延续 我有能力去追随梦想 激情的生活 决定生意的优先次序 使它成为可以去到我梦想之地的载体 我们许多人 在这两方面都存在困难 我们还不是很确定 自己生命的激情和使命是什么 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循环圈 能够触及到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孩子们 这是我们的激情 你们的是什么呢 你对于生命的激情是什么呢 然后开始去理解这个载体 这个生意 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参与的这个生意 是否会成为你达至你生命中的梦想的载体呢 对于你的生命中的使命 让我们看得更远一些 当你开始看到并理解 当我做优先选择和决定 说我拿起电话 做一些实在不舒服的事情 开始与人们谈话 或是打电话给人们 我不知道 我把自己置于很有可能会得到拒绝的位置 但是我为了我的生意去优先做这个决定 因为我知道随着我一次次的做了这个 我的生意中将出现结果 我的生活中将出现结果 这将带我向梦想前进 我知道拿起电话 比看电视节目来得更为重要 甚至比那些你认为更重要的事情 也许还要来得重要 生命中有许多的好事情 它们并不是同等优先的 我在生活中做了些有趣的观察 你已经听说过无数次的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很多人参与的 有时人们会花五年 十年 十五年 或是二十年的时间成为钻石 这是他们参与生意的时间 但是 你们也许也听说过了 成为钻石的平均时间 是十八到二十四个月 在那段时间里 生命中的激情 能够令到那些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 去建立我们的生意 我讨论这些事情 确实更为重要 微笑着 迈向另一个拒绝 当人们拒绝我的时候 是会感到不舒服 但他们的拒绝没有改变我的生活 我如何应对他们的拒绝 改变了我的生活 更好或是更差 因此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我们尝试错误的 再次比较 现在发生的是什么 我们被以下这些混合的事物所混淆 这些混合的事情是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人们说可以做到的 我们知道一直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书吗 我不知道你们打电话了吗 我多年来的观察 是人们很多时候 不做任何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的发生 仅仅是在当这个生意中的优先事项 作为我达到我的梦想之地的载体时 这个载体让我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去到他们的梦想之地 我愿意做很多事情 是我在其他时间不愿意去做的 有障碍的事情都随风而去了 生活中的冲突 人们拥有的所有的挑战和困难 他们面对的是持续不断的困难 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有些确实是非常重要和紧急的 需要我们的参与 但是有些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第一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那是一种让我感觉不好的启示 我以为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解决所有的问题 有些时候我并没有答案 有些时候他们不会收到任何答案 有些时候有些围绕着我的是那些 我并没有任何掌控的情况 我唯一拥有的可以控制的 是在这些事中我的态度 如果我的生命中的优先选项是正确的 如果它们是被人所熟知的 如果它们是被很好的安排的 当看到我们全部的谈话 都是关于你生命中的优先选项的 优先选项是什么呢 在我的生命中理解了好几次 它来了又去 它取决于我身体的状况 我得告诉你 某些时候我的身体状况 要比其他的时候更好 有些时候我更多的专注在 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上 也许是饮食 锻炼 睡眠等 这些对我身体有益的事情上 但无论我开始相信什么 那些领域还是会有困难出现的 无论我想要回到哪个领域 我有一个清单 为何要回到那些事情上 部分是因为我的哲学改变 你如何能最好的调整你的身体状况 看到了吧 这是更好的 如果你上了一个跑步机 很快地跑两分钟 然后走一分钟 然后再跑两分钟 再走 这是目前来说 大家所知道的最好的模式 而不是只在上面走三十分钟 走路三十分钟 要比只走十五分钟要好 两节十五分钟每天的运动 与一节三十分钟的运动 是不能等同的 我必须要说 我知道这个理论 我设定的 这是我的另一个早晨 当这些事情如身体状况 与你的配偶的关系 是与你的孩子的关系 你的工作 当这些开始发生状况的时候 拖延症被合理化了 关系被妥协了 梦想被边缘化 害怕是巨大的 付出是最小的 结果被恐吓了 但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当我开始与生命中的优先事项 讨价还价的时候 这就是我将要止步的地方 这也是你将要止步的地方 我周游世界很多 我也问过这些问题 我想我要和你们分享这些内容 我经常问你们中 谁想成为钻石 无论是五十人 或是五百人 或是五千人 或是两万人 在体育馆里 无论什么时候 我问这个问题 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们 总是会说 我想要成为钻石 如果我今天也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并不打算问 我不想让你进入那个思维模式 我想要知道的 想要你知道的 是让你去考虑 你是否愿意 在你的生活中 优先你的生意 在这个开放 透明 态度的控制 以至于你能成为一鸣钻石 没有什么事情 会拖你的后腿 成为一鸣钻石 确实没有 除了你 这已经在全球被验证过了 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这里有一些经验教训 是我们经历过的 我将会告诉你们 我可能超过两分钟了 我将会在四分钟后结束 现在是一些要点 我们这个周末学习到 利用我们所聚集到所有的信息 比如说 关于目标的设定 关于使命 关于我们在这里提到 都放在一起所有的事情的优势 还有八十二十法则 如果你们不熟悉这个 这是另一个话题 其他人有这个话题的录音 这里有从这些原则里学到的教训 这里有七个教训 是我们所经历的 第一个 行动不是等同于成就 你的目标 我的目标 不应该是简单地保持忙碌着 有许多人 只是简单地让自己忙碌 他们有清单 有目标 他们有系统 他们有行动循环 他们就是让自己保持忙碌 但是保持忙碌 并不代表你所达成的成就 第二个 是聪明的 而不是努力的工作 在行动循环里 只是让自己忙碌 聪明的工作 意味着你只做你能做的 其他人能做得到的 你可以授权给他们去做 不要浪费时间 在那些你不能做到的事情上 第三点 是良好的组织 或是令人痛苦的 我只是与你们分享一些想法 如果对你不适用 如果觉得这部分对你来说 是浪费时间的 那么你就跳过去 我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我需要做到更好的组织 我是不错的 但我可以变得更好 当我更有组织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更容易接近到那些 我需要接近的 在我的生活中需要优先的事项 第四点 评估或停滞不前 确定你与你的目标 位于哪里 对于你向下一个目标前进 具有非常关键性的重要性 你或是我 必须要评估目前的状况 第五点 为你的优先事项 确定日程表 这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为你的优先事项 确定日程表 其中一件事 是当鲍勃一开始 跟我讨论此事的时候 讨论到了一个措辞 就是时间管理 我说 我要在今天所讲的内容外 加上一个时间管理的研讨会 你们准备好了吗 哦 只有四个人准备好了 今天 我将要给你们讲一个 关于时间管理的研讨会 我们不能管理时间 时间以加速度的方式飞逝 加速度这个词是好词吗 我很喜欢这个词 让人听起来像很兴奋 我不能管理时间 不能控制时间 我可以管理和控制的指示 我做了一个优先事项的决定 可以带领我达到卓越 我的日程表是建立在我生命中的 优先事项的基础上的 当我看到我去参加音乐会的时候 这个人说 我是否去讲一个计划 被我安排好的每日优先事项 并不是基于我喜欢什么的基础上 音乐是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是我生命中的优先事项 但并不是最优先的事情 如果要排列出我最优先的事项的话 我会选择唱歌 如果我们看到荷兰著名歌特金属乐队过来 也许这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音乐 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音乐 那些在音乐产业里的人们 很多都已经被观众所遗忘 现在提起这些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有次苏珊对我说 你现在是否感觉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呢 因为没有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我当时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 有一个音乐事业的合同提供给我 但那并不是我的激情 也不是来自我生命的呼唤 到了今天 它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 但是那个优先事项 就算是在音乐这个领域 它仍然是被身体状况 还有我的洞察力所挑战 会有观众看我的演出吗 由于我的妈妈在现场 因此我知道起码有一人 第二个人就是苏珊了 所有的这些将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音乐作为优先事项 就如我对年轻人的服务那么高的话 在我的生命中将会有很多的事情被改变 我的整个暑假并不会投资于密之根 我将会把时间投放到音乐 歌唱还有练声等等 去完善我的音乐技能 就如我在过去三十八年时间里 拥有与青少年沟通的能力一般 我们生命中的优先事项 引领我们做出能够成为卓越 或是中庸之才的决定 这是你和我所需要做出的决定 第六点 反馈而不是带领 第七点 对小事说不 领导人必须要学会对小事说不 因此他才可以对大事说是的 如果这是其他人可以做的 那就让他们去做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让他们去做 鼓励他们去做 为他们所能够做到而感到高兴 我知道鲍博会这样说 苏珊和我也会这样想 也会这样说的 我们年轻的一代在舞台上 我对自己做了个承诺 自己完成这个 而不需要鲍博也这样去做 深呼吸一下 但是我知道 他们跟我们一样 有同样的感觉 第二代 第三代 已经做好准备 也能够 并且正在做着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 事情本来应该如此的样子 我们为此而欢喜 我们鼓励这个 有时候 事情并不总是那样的 有些事情 有人总是不愿放手 在生意里 在与孩子们的关系里 他们明显不希望孩子离开 然而 孩子会慢慢变得叛逆 而去到任何地方 其中一个我面对的挑战 也许你们也经历过的事 做出让这些正确的事情 成为我生命中的优先事项 因此 我的热情 激情 将变成现实 我经常会做同样的决定 也经常可以收获同样的结果 我讲计划 讲计划 讲很多的计划 我想 我现在已经讲了 超过一千个计划了 有可能超过一万个计划了 我真正梦想的是 特瑞也是这样梦想的 就是每个人都说是的 当我讲完计划的时候 有人坐在那里 就像刚经历地狱风暴的洗礼 对着我说 这个行不通的 这可是不止一次的发生 我推荐的有些人 他们已经开始了生意 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他们退出了 这是生意中对我来说 最困难的部分 尤其是我们鼓励他 给予他希望 相信他 和他谈话 带领他 和他一起计划未来 突然之间 他连我都好像不认识了一半 我将会继续讲计划 做出将这个作为优先事项的决定 当时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讲计划 将会带领我们 去到我们的梦想之地 因此 我们要不就发展毁灭性的思维 要不就发展突破性的思维 两个中的一个 毁灭性的思维 就是拖延病被合理化了 关系被妥协了 梦想被边缘化了 害怕被超级化了 努力被最小化了 结果被恐吓到了 这就是毁灭性的思维 而突破性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专注于 做什么是正确的 我们从不改变地 去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这样 才会将我们带去 我们的梦想之地 我们的梦想维